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說 H is given that 現在說明 Y 等於 2 再乘 4 減 X 即是整個東西 有一個公式的 formula 他說我們 find the values of Y 就是 when X 等於 6 事不宜遲 兩單紙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佬才進 按按鈕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其他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那麼慢慢來 擺明它給我的 formula 就是黃色這個我 所以我稍後從黃色的 formula 公式入手 中文看中文 自己英文看英文 他說明 when X 等於 6 我當然是直接寫 就是 when X 等於 6 中文同學就是當 X 等於 6 中文同學你自己寫 不應酬你了 當 X 等於 6 你為何要代替 6 於是替小糊糊 6 自動外面的小糊糊 就改為中糊糊 即是現在這樣 OK 先改為中糊糊 就是裡面 就會是 4 減 先改為中糊糊 裡面就是 4 減 X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如無意外 Y 等於 2 就再乘 4 減 6 4減 6 即是負 2 心算也解決了 不用計算機 正負得負 2乘 2就是 4 所以終結答案應該是負 4 OK 整件事搞定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 看到了 負 4 即是 A OK 好 終於搞定 那就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特別問題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 好 那都要 highlight 給你看 好嗎 讓你清晰一點 這個就是黃色的 highlight 給你足夠 highlight 讓你清晰一點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OK 可以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到這裡了 好 那就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